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的肉身和我们永远不死的灵魂 这没有任何人质疑的 对不对 大家都会 谁都会承认自己有自己的灵魂 肉身是单行道 出生 你唯一的等待 当你落生之后 你唯一的等待就是死亡 这是无论任何人 多有钱 多有权 多这个 多那个 这是没有任何 它唯一的 那由人的肉身 组成的整个社会层面 在几十亿人组成的过程中 人都是出生必有死亡 那这个层面的本身 它怎么可能永恒 被人肉身的组成的环境 是没有永恒的 一切都会有衰老的 一切都会走到终结 在西方的信仰中 有着大审判的概念 有人说那叫迷信 没关系 你是科学的 但你的科学创造了什么 这话很挑战的 创造了iPhone 工具 创造了电脑 工具 创造了汽车 工具 创造了飞机 工具 你今天创造的一切 是工具 不是你生命本身的 一种延续和展现 没有能力 去延续你的生命 你没能力 科技创造的一切 全是人的身体之外 与人的肉身并生的 但你有没有灵魂 我相信朋友们都认可 对吧 人有灵魂 但人摸不着 看不着 碰不到 可是每一个人的 跟另外一个人的 最大的区别 在于他的灵魂 双猫胎 没错了 长得贼像 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right 当年法国出现过 蒙面人的故事 那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 三个火枪手 我挺爱看 但是在过程中 我想说过 那两个人的性格 那两个人的本性 却是迥然不同的 同为父母所生 同为母亲所生 双猫胎 中间就差了那么一会儿 它不能一块出来 差了那么一会儿 为什么他们两个人的性格迥然不同 他们的灵魂来处不同 就迥然不同 但他们的相貌 但他们的相貌 无法分别 所以人的生活的更加真 人的生命的更加真实的 和决定性的 在于人的灵魂 而不在于人的相貌 凡是注重相貌的 特别是女孩子 既可以给别人 既可以给自己 同时又给别人 带来莫大的灾难 对吧 红尘女子也好 漂亮的女人 很多都没有好结果 很麻烦 红年祸水 这是人说的 但谁都想 女人都想自己成为红年 自己当人真成为红年的时候 真的成为寝国寝成的时候 寝国寝成 这事会出事的 别人还活不活 对不对 沉于落叶 那你影响自然环境 对不对 那这事就麻烦 我跟你说 这事非常麻烦 所以人们心目中赞扬的 想象的 只是得不着的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 真正真正的 有着大家风范的女人 能够镇得住的 你看看是什么家 对吧 你看 你就会意识到 她内在生命 女性所特有的品质的 那种优秀品质的散发 在左右着她的行为 所以真正真正来自于灵魂 那每一个人的灵魂 确实不同的 佛家讲的轮回转世 是指人的灵魂 那在我能理解的 就像 今年的奥斯卡金讲 对吧 最佳影片 聚焦 讲的就是天主教的 里面的这些牧师 主教们 那种邪恶的行为 那不正是预示着 樊底纲挂的大审判 真的就来临吗 人的行为的一切 跟自己灵魂 本该有的境界 完全背道而驰 灵魂追寻着 真正自己回归的路 生命回源的路 樊本归真的路 想那么做 却经受不住 肉体的欲望 权力 贪婪 占有 肉体今天生活的一切 在我们现实的环境中 任何人都无力阻挡的 走到了今天 无论这个人多伟大 他只不过暂缓了 或者说 在这种堕落的过程中 在企划着某些人 能够重新认识 自己灵魂的高贵尊重 但他无力阻碍 整个环境的堕落 你按照聚焦这个电影讲的 整个全世界天主教的牧师们 大范围的 而且是一种传代式的 对幼童的性情 不光是女孩还有男孩 而被侵害者 往往是那些家贫者 家里出现了或缺的社会背景 家庭背景 那不就是一份邪恶吗 那不就是都 如果这一份邪恶 表现在我们社区中 表现在家庭中 不正是说 肉体的堕落的概念 已经直接影响到 甚至造成了自己灵魂的束缚 的无力 在中国更简单 对吧 这十几年赚钱了 这十几年缺德了 赚钱了 缺德了 佛家里说的修行的概念 用自己的德行 你的财产 用自己的德行换来 派案经期里面很多故事 初课 二课 派案经期都有 我印象非常深的 就是一个人当官了 当县太爷 他去算命 当三年 那算命那时候 你挣钱吧 他说真的 随便什么钱你都要 没事挣吧 一开始他还挺好的 慢慢挣 后来越挣越顺手 越挣 挣三年 没出事 皇帝也没查 什么都没 谁都查不着 他赚了钱 别人还说他好 结果又过三年 他又来 又还是 又换了地方 还做现代演 他又问那人 问那算命 说怎么着 你说别挣了 说为什么别挣 你压不住了 你压不住了 什么压不住了 就是这个人的德行 没那么厚了 这个人的灵魂 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他德行 为什么没那么厚了 换成那三年的钱财 已经在人间得了福报了 挣顺手了 这事儿 他怎么能收住啊 收不住 还挣 刚挣一年半 这哥们就给抓了 就给削了关了 下了大狱了 后来 他说为什么呢 他说想起算命了 说你压不住 你挣你就出事了 那个潘安京听里 这个故事多了 对不对 有个秀才去考状元 他非常清楚 他肯定得状元 江南的秀才到上北考嘛 要顺着运河 经航大运河 往上坐船走啊 结果看上这个 摇船的妹子了 就跟人家闹一夜情 那时候也有夜情 闹完一夜情去考试去 考试去 然后他确实文章写得非常好 应该拿状元 结果呢 有跟他一块 应该是得叹化 还是榜眼的 反正就那么个人吧 结果人家家里有钱 使钱 就给那个判官给 那得点猪骰 就皇帝得点猪骰 点谁是谁 给人家行了会了 所以那个主审的判官就说呢 非得让那个 本该得叹化是榜眼 那个非得得状元 把他给弄到第二位 是叹化是榜眼 结果其他的考官心里过不去 就说他明明他的好 你为什么非让 才人家知道这里有腐败 你非要让他去 我干脆我就不让他上去 给他摁下来 摁下来 我让他明年再得状元 就这哥们白低 闹完夜情 什么都没闹着 他回去了 回去了 因为他出来之后 他算过命 算命 他说你肯定拿状元 结果回去了 他回去了 他说你算命了 你骗我 对不对 你骗好钱 找那算命去了 他找那算命 算命一看他 他还没问他 那算命立刻就说 你干什么了 你干什么了 他说想半天 我没干什么呀 顺河北上啊 你干什么了 人家还问他 你干什么了 那东西 江南才子风流梯淌 跟谁睡 睡不睡都无所谓 他不在我 想半天想起来 跟那个划船的女孩 睡了一觉 完了 遭暴了 人家说叫 折了寿 折了他仕途上的寿 你遭了暴 所以你明年再考 今年就你的代价 跟女孩睡了一宿的代价 就是你今年本来是状元 没了 再等一年吧 夜情 害了他一年 你不信 没问题 你当迷信 没问题 但是呢 是男人就找女孩 是女孩找男人 是你们自己 大家人做的事 别乱找 找完之后 你知道贪上什么 这是人人共通的道理 对不对 你有媳妇 你媳妇肯定骂你缺德 你看打小三的狠劲 不让穿衣服 往死了打 对不对 你都知道那错的 你为什么管不住你自己 为什么都骂缺德的事呢 这是天经地义的 所以表面上人看问题 是说对方有腐败行为 把他给挤下了状元 而实际是因为他干了缺德的事 他看了缺德的事 他碰上一件缺德的事 把他缺了德 干了他 人人相报 仅此而已 这样的东西 在科学的眼睛里 就是狗屁 可是在生命的眼睛里 科学就是骗人的 这就是站在哪个眼光看问题 可是你日常的生活 娶妻生子 建立家庭 建立事业 出门混 做了就得还 吃喝嫖赌抽 你管住自己吗 人不相信自己的灵魂 为什么要管住自己 他没有意识能够管住自己 连管自己的意识都没有 我是爷 活在当下 我是姑奶奶 我不玩你们 我对不起你们 最后真成奶奶了 奶奶谁要啊 都供着奶奶 谁要啊 对不对 你竟干那些乱七八糟事 你看长得那样 不是都跟奶奶样吗 没骂奶奶的啊 反正女人都做奶奶 就是这意思 那所以才提到现实的环境中 我们透过事情看本质 你站在人的层 真正生命的层面 你看待发生的事情 一目了然 你根本不研究他 你根本不研究他 因为不值得你研究 就那块肉 你有什么可研究的 对不对 那人才为一消德 为一消德人瞧嘴 猛一回头 在那灯火阑珊处 还瞎扯啊 我跟你说 这都是瞎扯 有着生命境界的人 他就读得懂 为什么这哥们死地败跌 为什么 为什么一牛脸 在那灯火阑珊处 上辈子你欠他的 这辈子你还 上辈子人追你 你不理人家 就是灵魂一辈子一辈子在还 用什么还 用这块肉 所以今天科学的人 分不清楚自己的灵魂 与肉体之间的关系 因为他叫迷信 谁灌输的 党 现代的所谓的科学的概念 身体之外的东西 摧毁了自己身体内部的 高贵的灵魂 如果你站在这个角度看 你会知道 很多事情都发生了自然 网上有篇报道提到 中共太子党的问题 在我的眼睛里 我觉得它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这种打杀的过程 都揭示出 今天谁想保住中共 那就是保魔鬼 人自己说了 是党就不能是人 因为没有人性的人 怎么叫人呢 所以是党就不能是人 我们就看他怎么不是人 他们对自己怎么残暴 原文来自于自由亚流电台 那文章题目这么说 是党的 独播开始 神愣中 神愣中 能不能脱衣 神愣中 唷 神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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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泽民 曾庆红打击邓小平家族 利用太子党打太子党 太正常 所以这里头比较坏 最坏就是曾庆红 曾庆红跟江泽民狼狈为奸 文章提到说 作者高新 在自由亚洲电台的专栏当中写 江泽民 曾庆红和邓小平家族 以及太子党之间的内斗 曾庆红故意泄露秘密给外界媒体 来压制邓小平家族 在邓小平去世之后 对邓家下狠手 使得当时的卓林 也就是邓小平的太太 以自杀的方式抗争 以自杀的方式抗争 97年邓小平死 98年江泽民干掉陈希同 干掉陈希同的同时 中国从北到黑龙江 松化江 南到珠江流域 逢江必发大水 长江造成了百年一遇的大水 极其邪门 所以他是蛤蟆 江泽民 曾庆红是螃蟹 去年是前年 从宜宾那地方出来两块石头 对着出的一块一对 一只蛤蟆 一只螃蟹 而长江流域 在宜宾往下走 才叫长江 名字才叫长江 宜宾以上 有着他每一段自己的名字 所以这种天象的对应是非常有趣的 文章写得很详细了 他主要提到是江泽民当年如何利用太子党对付太子党 95年的时候当时周北方 这是北京的生意人 被抓了之后 那邓荣多次接受西方媒体采访 没有把江泽民放在眼里面 那文章 邓荣是邓小平的女儿 他又写了自己一本书 就是我的父亲邓小平 在这个背景之下 邓荣的做法惹怒了江泽民及其首相 所以变成了江泽民及其首相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寻找机会整治邓家 而整治邓家的关键出手人是曾庆红 曾庆红是太子党 跟他的父亲那挂着工了 而曾庆红的母亲呢 是原来延安养院 就是幼儿院的院长 所以很多红二代是曾庆红的母亲 在幼儿园里给带大的 这就变成了曾庆红有着很特别的一种家庭背景 对吧 人都买面子嘛 那正是人们买面子 造成了曾庆红有机会弄死他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曾庆红利用自己的身份 在自知无法对邓家子女如此表现 进行约束的情况下 以其人之导还治其人之身 然后他安排自己的人马 其实曾庆红掌控的就是国安的人 跟西方媒体接触 跟其实跟西方的 就用前辈 你别看有些西方媒体 那都是人 里面是具体的人 对吧 就像那时候放料 说谁家有财产 谁家有财产 我就跟大家讲过 那么多的料都放出来 怎么西方这些放料的媒体的人 怎么不知道江泽民家里有多少钱呢 周永康家里有多少钱呢 薄熙来家里有多少钱呢 曾庆红家里有多少钱呢 他怎么弄这么干净啊 就是瞎扯淡 那些放料的人 跟着料走的人就是扯淡 就是助纣为虐 所以这里面他讲的就是 曾庆红利用自己的关系 打击邓荣 《前哨大志》报道说 在邓小平去世的前两年 曾庆红就收集邓小平家族的黑材料 在邓小平死后 那曾庆红帮助江泽民掌握实权 然后 曾庆红准备以贪腐之名抓捕邓志方 逼得卓林以自杀的方式抗争 那抓邓志方 放邓志方 把邓家销声 这就这么点事 所以他们谁不整谁啊 卓林为了保自己的儿子曾经吞付过大量的安眠药 送到305医院紧急抢救 实施时 住院期间 李鹏江泽民曾经亲自到医院探视过 到医院探视 然后曾庆红再把这样的消息发出去 杀一敬百 曾庆红的概念很简单 我能逼死邓家 我就能逼死你们所有家 我早就跟大家讲过 曾庆红这样的人 就怕碰上冯小刚这样的老炮 一个男人勉力藏针 我跟你说 那遭人恨 那才叫遭人恨 打扁了他都不解气 因为他坏 真坏 就这么快了 利用太子党打击太子党 曾庆红对邓家的打压 激起了一大批经商的太子党成员的强烈反弹 他说 这批势力如果联合起来 那对江泽民威胁会极大的 所以曾庆红在打击仅靠一批太子党成员的同时 又必须争取这个阶层的另一部分人 拉拢自己 他说94年下半年开始 另外一批分别就职于党政军的太子党迅速被提升 贺龙的儿子由少将提升为中将 习近平由市委书记提为省副书记 那万里的儿子由北京市调进国务院升为副部级 彭真的儿子调到北京担任副部级 所以你注意到当习近平养张太子党的两张真正跟自己一样的红二代的时候 你就看到了柏西来 对吧 张震家族的张海洋 陈云家族的陈云 对不对 王震家族的王军 那这些一批经商的人 又跟他有分离 明显的感觉出是有隔阂的 看起来习近平说 人说只打了草根的官 我一直不接受所谓草根官员的说法 说草根官员的人内心中是自卑的 又妒忌 有什么草根不草根的 说只杀草根的官 没杀红二代的官 那周永康也好 徐才厚也好 郭伯雄也好 令家令计划也好 都是草根 对不对 该杀不该杀 你把自己跟他们画在一块 你就那么见骨头 党性的崛起 人性的扼杀 自己都不会尊重自己 自己都不会尊重自己 还穿过一块 那个草根 他们是红的 对吧 弄根绳 弄个鸡蛋 下扯蛋 得真的爱自己 欣赏自己 懂得如何尊重自己 爱自己 不管你今天年龄有多大 不管你哪毕业的 从外面学来的东西 是你身体之外的 认识自己的灵魂 是中国的传统 那叫悟 那叫真正的悟 从外面学来的东西很多 叫文化 而悟 悟出了生命的道理 文化是人的层面 所以 所以诸葛亮能够舍战群儒 拿个破鸡猫扇子 一忽悠 把人家读的书全给毁了 那可不是吗 读的书的人都是人中的精英 但你记住 他仅仅是人中的精英 他连自己的灵魂都认识不住了 为什么 是被自己的精英 给仗住了自己的灵魂 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这里也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 他是拥一批打一批 这里 这里讲的意思 就是曾庆红在操守 所以文章最后就提到说 把太子党分裂 是曾庆红做的 许多高干家庭中 特别是那些政治元老中 子女们都不约而同的进行了分工 那邓家的儿子有经商 女儿从政 陈家的长子从政 次子经商 那薄熙来 万里 杨尚昆 李先念 习近平等家族也基本如此 各个都是为了自己家族安排好 可进可退 说到底 就是为了应付共产党 一旦垮台的不实之虚 应对场面 那换句话说 所有太子党都知道 共产党死定了 他们的父辈打下了江山 当刚到儿子这辈 他们都知道 共产党死定了 共产党死定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